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讓我安虧攏對Hokken來 這個Hokken通越看越出閉 說來說去都蠻有道理 笑臉給你那麼多問題 你跟我走轉才無奈起 一起撒死 你是Hokken人 沒有聽你加熱台 歡迎收看 你是Hokken人 哇 見面大哥 嚇人喔 我很失落 你看 連老天都在哭泣 下雨了 為什麼失落 因為臨到失失 不是啦 其實是因為 今天是我們Hokken人的最後一集了 我真的很捨不得 捨不得 我很捨不得這個節目 還讓我學到很多有關 福建人的文化 我好恨 我想學得更多 你居然不是捨不得我是捨不得節目 也有捨不得你 你知道節目還沒有做完嗎 還沒有啊 你知道福清 福州還有新化人 他們到底是不是福建人嗎 還有這麼多我沒有學到 對啊 那趕快找他們專家來問一問 走啊 走 本地的Hokken人 除了有來自泉州 漳州和廈門等 閩南地區的之外 其實還包括了福建民系中的福州人 福清人和莆田人 據了解他們只佔本地華人人口 約1%到2% 福州人 福清人和莆田人所講的方言 跟閩南語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說 數1到10 第第3次 五六七八九十 哈哈哈哈 心累喔 我們來聽我們一哪哪講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所謂6 第五六七八九十 那一種就是比較文教界的念法啦 就是一 幾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哇 果然跟Hokken的大大一波一樣喔 想更了解福州人 福清人跟莆田人嗎 就請跟著兩位主持人一起去挖掘吧 你是何見郎 早期難來的移民當中 福州人 福清人跟莆田人 算是來的比較遲的 所以很多行業都已經被其他籍貫的人佔領或壟斷 他們只能從事艱苦的體力勞作 你可知道當年他們從事的傳統行業有哪些嗎 健人 健人 這個人離開家鄉移民海外 靠的是哪三樣重要的東西 啊 問我就對啦 我在海外工作 最重要的三種就是 洋氣 水 還有食物 廢話 這個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有啦 我講的是福州人 当年他们来到新加坡 他们靠的是三把刀 三把刀有什么厉害啊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九把刀了 那个是人民啊 我讲的是工作上用的刀 元月万刀 小李飞刀 土龙刀 那个是武侠小说 我讲的就是菜刀 剪刀 还有剃刀 有一句话说 福州人三把刀走天下 说的是早期外出打拼的福州人 主要靠三把刀创业 那就是菜刀 剪刀和剃头刀 分别代表了福州人 早年难来从事的传统行业 厨师 裁缝师和理发师 一居海外的福州人 靠着这三把刀起家的比比街市 主持人今天去寻找的 就是三把刀中的其中一把 剃头刀 师傅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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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边做多少年了 53年 53年 高龄75岁的李远东 是本地硕果仅存的后巷理发师 他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都会准时出现在厦门街后巷的理发摊位 原籍广东的他17岁那年 在一名福州理发师傅的理发档口帮忙 在那里打扎了多年之后 严厉的老师傅才答应收他为徒 传授他福州人理发的手艺 李师傅说 他的福州老师傅是不轻易传授手艺的 在传他手艺之前 老师傅先要他锻炼自己的手臂 而其中一项锻炼 是利用空心菜训练剃刀功夫 剃刀要能够进入空心菜 轻轻剃掉一层薄膜 才能为客人挖耳朵 你练一练 你看拍掉了 你一直挂掉了 你一直挂掉了 你会挖掉了 你会挖掉一部分而已 你看 只进来一点点而已 这个一部分而已 你的手要这样抓 这个就是我们人抓你的鱼汤 师傅 我们来比赛一下 看我们哪一个人的功夫比较好 赢的人你跟我们挖耳朵 可以 12 替空心菜PK赛开始 当当 新一代的礼法大师黄俊人要来了 有情人弟弟 你会知道还是不会知道 看你拿剃头大的模样 就要为你捏把冷汗 哎呦 没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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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健兵大哥 虽然有剃头的肉 可是相比之下 他拿剃刀 还是稳一些 姜还是老的辣 转转转转 你会觉得 厉厉害 没有剃头 没有剃头 你还记得 没有剃头 没剃头 鸡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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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鸡鸡鸡六十年 那你是剃炎了 有的时候没有 你当时说 一点一点的 我也试过 挖耳朵 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 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 对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老冬夫 要失传的老钢鱼 漂亮啦 给你享受一下 好 我看我要去准备一张生死状 哎呀 如果挖龙了你不可以告他 哈哈哈哈 观众朋友啊 不要看李师傅75岁了 不管是理发还是挖耳朵 手还是那么的窄窄窄 哈哈哈 亲佩亲佩啊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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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哇哇哇哇哇哇尔克 much 哈哈哈哈哈哈哈 Tu嚇� Divine 我活到之前旁边 所以发展 我是传商 stal risks 我一旁边冲错了 我 molecular萃朵 我爱给她戴苏 接你拿过曙 hel Danny 我现在能公布边赴多两个星期 为什么不可以邀附居 那么我把毛 solve 然后剥 evaluations 是从下一回哈尔的一切 这里的 Gesor去 发生完 fulfilling Singapore Togeth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是在1876年 有好几个秀才在用餐 有个秀才就把那个 有一个坛子打开来 哇 香味似义 随口吟湿 弹起荤香飘四方 佛闻契禅跳墙来 哇 从此以后 人们就把那道菜叫做佛跳墙 佛跳墙这道名菜 是福州百年老店 聚春园史创的招牌佳肴 这道号称天下第一趟的 福建首席传统名菜 在1984年 上了中国国宴殿堂之后 从此成为国宴必备真修 而且还扬名海外 成为中国著名菜肴之一 哇 好亮啊 太漂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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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仰 你是福建人 福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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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福州也是在福建的 对 福建的省会 省会啊 博跳墙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 加上原料繁多 烹饪复杂 没有经过严格培训 和多年实践经验的厨师 很难做出福州人的正宗口味 博跳墙要用多少材料呢 博跳墙它的主材料 是用八种经过历代 大师的改良之后 最后总结了八种最精致的 在更久以前一开始是八种材料吗 还是 还不止 在我们福州还增加了一种 什么 就是 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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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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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佛跳墙就是它的汤 汤底 佛跳墙的汤底 用了数十种材料 加上鸡 鸭 猪脚 猪皮等 煨煮一天一夜去渣去汤 再加入新鲜的鸡 鸭 桂皮等 重新煨制四五个小时 将汤的鸡味再提升 正宗的佛跳墙的食材都是最珍贵的 其中包括干贝 鱿鱼 蹄筋 花椒 海参 鲍鱼 钩翅 香菇等 每一样都是个别炮制后才加入坛中蒸煮的 叠放食材的顺序最上方的一定是鱼翅 干贝和花椒等名贵海味 因为这些食材不耐煲 煲久了后会散开不成形了 哎呦 狗怕胜的 一 二 三 这个佛跳墙啊 福州话怎么讲 佛跳墙他很讲究这个 开坛没有这个香味 这个佛跳墙就不成了 就失败了 好吃 福州话怎么说 火力 顺便提一提 聚春园的所在位置在1854年 是一间由本地福建邦领袖 初前新办的华文学堂 叫做翠英书院 这间让贫困子弟也能上课学习的学堂 维持了足足100年 在1954年被并入福建会馆而挺办 福州人大约在19世纪末才移民到新加坡 当中大部分刚到新加坡时 从事三把刀或苦力工作 一直到后来才涉足咖啡茶饮业 根据资料统计 最兴旺时期 新加坡咖啡店有一半是佛州人开的 哇 真厉害 静伦 你有去咖啡店喝咖啡的习惯吗 除了咖啡店还要去小贩中心 这两个一定会去的 我问你 什么叫咖啡收袋 咖啡收袋就是说 带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带纸 什么叫咖啡C 咖啡C是比较厚的咖啡 比好的咖啡是咖啡A 然后咖啡B 那你就证明你不拌来咖啡茶了 历史重当啊 好了 今天我带你来这间咖啡店 有六十年的历史 是福州人经营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福州人当年夏南洋 经营咖啡店的一些情况 你们两位要喝什么 你们两位要喝什么 我们就来试一试福州的 Kobe Kobe 两杯 Kobe Sotan 什么叫Sotan Sotan Sotan是一蛋 福州人一蛋就是 就是两边蛋子里面有两边嘛 Kobe Sotan 一蛋就是两杯 所以它就叫做两杯 Sotan Sotan 一蛋 一个蛋子嘛 撒蛋就对 Sotan Sotan 你人是福建人吗 对 对吗 对 福建 福州 福州 对 所以福州人还是可以说福建人吗 就是福建人 VC VC有大的 这个是福州话吗 深圳的来讲是广东话过来 广东话 修是少吗 修 大一大一般是甜的那个意思 有没有 少糖 少奶 我还以为是 不是海南话就是福州话 原来是从广东话演员过来 其实还有好多我都搞不清楚 Kobe Sotan Sotan是接下来再加一杯 Kobe Sotan 联系下去的意思 Kobe料 这个不用了 就喝完了 喝完 So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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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福州人难来的时候是比较迟 所以一些行业 好的行业都被别人占了 然后福州人来的时候就是从事这些 比较简单的行业 过去的话因为很多那些研究嘛 他们就在园区里面卖一些糕点 茶水啊 然后我们咖啡店就是从那边演变过来 就是说从小小的咖啡汤 做了之后大家赚一些钱 大家可能同样喝汁起来 就去开了咖啡店 咖啡店就是从小一直做起来的 洪主席啊现在这个咖啡店 后继有人吗 因为我们福州人很重视教育 所以现在年轻的一般上 不是很喜欢继续这个咖啡店 包括你的孩子吗 我的孩子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我四个女儿 哇 四个女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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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到咖啡店 还是要PK是吗 来咖啡店还要PK 南部城市泡咖啡 咖啡店 是人泡一杯 让我们的主席 在中午喝看看 我倒一杯才会喝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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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泡咖啡 是 带走第二位 是泡在你五年公里面 好 主要材料有 糖 咖啡粉 咖啡公 地 滚水 泡咖啡PK菜 开始 看到没有 好 你慢慢倒下去 不可以倒太多 因为它是浓的 哎哟 烧 哈哈哈哈 很烧 哈哈哈 好 泡水 对 加奶 咖啡 是 好 完成了 哇 天心茶室 最美味的一杯咖啡 30年后 我们没有再用那个 练奶的罐子 我们用咖啡杯 好 所以我先加奶 这样子好像不够咧 再多一点 会不会太甜啊 那等一下我的糖就加少一点 哎呦 这个都很伤 现在你吃到厉害了 吹一下 吹一下 真的很快 哇 下不去的 你要吹 吹 啊 吹过去一下 快点 快点 而且你要快 我的颜色喔 看起来 占卜怪怪的 来 阿姨 来来 请两位品尝一下 好 然后给我们中肯的品语 好 其实用看的应该也知道 主席在喝这杯 见面大哥的味道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因为我不喜欢喝浓的 所以你要适合我的味道 味道淡了一些 淡了一些 淡了一点 淡了一点 不够浓 凉一点 也是不够浓 也是不够浓 也不比 不够烧了 不够烧了 是吗 不够烧啊 对哦 我们已经去咬热水了 是啊 辣的 不 你咬的时候 你有吹吗 啊 本小嘴啦 哎 见面大哥 刚才明明哦 是你帮静如把蒸汽吹散的 输的人要处罚 怎么处罚 要把所有的桌子抹干净 抹到白白的 不可以 清洗 这个 这个印不可以有 这个印怎么写啊 这个五十年前就有了 这赢得四个女儿挑一课 来 你刚没有生 随便了 我剩小和六 哈 哈哈哈哈 你问主席啊 这杯喝完了拿去收 我现在用那个 啊 擦一擦 啊 有 喝多啤 通膝 乱乱帮 哎呦 进轮啊 远赌服输啦 别哭着脸 何况你好 逢PK毕书啦 哈哈哈哈 应该又会对啦 哈哈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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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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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命苦啊 快快快快 没时间了 看楼君 快快快快 看楼君 啊 安卓看楼君 哈 你 一百多天了 六兵啊 哎呦 要扎公啦 什么stage纸了 不是啦 不是 这个楼君 你是做楼君 其实他真正的身份 是一个部落格的美食家 哇 我没有听过有人证词是美食家 然后part time是做医生 没有啦 本来是医生啦 哦哦哦 哈哈 部落格就叫做 I eat I shoot I post I know I know I know 今天他要介绍我们一道福州著名的小吃 叫做福州豪饼 嘿哈喽 哈喽 哈喽 Doctor Tee 好 Doctor Tee 你好你好 吃百杯 吃百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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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我告诉你 他三里没饭啦 三里没饭什么 没饭 没饭 没饭他的 牙齿的骨盆 哈哈哈 哈 你是福建人嗎 我是中秋人 中秋人啊 不要說福建人 中秋跟福建相差 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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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去找菜 對不對 對啦 有這樣子的 真的 每人也是全是去找菜 真的 每人都吃三杯 一早去做菜 一早就離開了 去找菜 阿美又回來 阿美回來做菜 回來做菜 今天你要介紹什麼 好吃的東西 蝴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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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之一 好像 UFO 哦 这个叫Flying Saucer Flying Saucer Unidentified Flying Oyster UFO 我吃的可以吗? 几百个啦 几百个两百 几百个还做而已啊 这是traditional 传统 这么少人做了 要是我们不支持的话 就是没有了 这是米粉 何度も五分 西肥 西肯 伊 海 Dort 海 海 海 别以为只有福州人才爱吃好饼 像郑医生也是他的拥护者 这饼因为加了海犁 所以炸好後鮮香鋪鼻 外酥內嫩 油而不膩 沾著特製的辣椒醬趁熱吃 咻 這是人間一旦美味 你也賭一點嘴 我們是第二代的 第二代了 我媽媽是第一代來做 那麼多 五年前她就不做 她要九十歲了 你們做幾十年了 他們是到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二年這樣 跟現在一模一樣沒有改到 沒有 這粉就最重要 這是我媽媽一定要自己親自做 為什麼到現在你們還不接手 她怕我們做不好 她還是要自己堅持 做她以前的那個古早味 她到九十歲還不放手 老太太 你吃你你就知道 她不想吃蠔的 這個好好吃的 怎麼樣 你看 我得欣慰嗎 對不對 好不好吃 沒有啦 你比較不欣 啊 你這樣啊 就知道了 我第一次吃蠔 我把這個得面 你贏 這不都是厲害 我講 鉄十歲 我客人 今仲卒 你很難 你能活 你幫我 我能活 點心 你活 peek Veroot这一代 它主要的Veroot 就是Gasington那一代 也可以成为做杏花甘邦 因为那一代 聚集大批的杏花人 其实我们杏花人 所有小吃就可以在那边找到的 包括那些什么做酱油的 或者做卖菜的 卖什么杏花螺米 炒米粉那个地方 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了 说起莆田菜 就不得不提杏花米粉 因为它是莆田的一大特产 当地人用白如雪 细如丝形容鲜花米粉 由此可见 他们为自己家乡的米粉 感到多么的骄傲 要吃正宗鲜花米粉 当然是要到本地著名的 莆田餐馆去 看看那里的大厨 如何烹煮他们家乡的米粉吧 你是国家人吗 我是莆田人 你也算不算福建人 对啊 是福建人啊 是算福建人 你们讲的算福建的话 还是莆田的话 有差别吗 有差别 因为莆田话 真的是地方莆田方面 对对对对 如果说一个你好吗 能跟观众打招呼 怎么讲 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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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人说吃饭味 那莆田人怎么讲 你吃饱了没有 莆田人想吃饱了 就 贴饱了 请问一下这个莆田菜 跟这个福建菜 有什么差异吗 没有 莆田菜 其实它是福建菜里面的一个支流了 福建菜它是由几个地方来组成的 也就是说 湖州菜啦 厦门菜啦 然后还有明北菜啦 那莆田菜是其中的之一 四分之一 因为它是地方的一个风味菜药 莆田菜有什么特色 莆田菜的特色就是味道比较清淡 少油 少油 对对对 这样开了 新化米粉一般有汤米粉和炒米粉 两种烹调法 因为住在沿海地方 所以莆田人爱把虾 大头 花鸽 虾蜜 辣辣辣 等海鲜加入米粉中烹煮 因为米粉它是一个出人的食物 它一定要吸收这些 露了海鲜的不同味道进去 哇 跟米粉够味 要看到米粉白白的 味道高高 在莆田这就是一道很普通的菜 对 对 家常的一个菜 家常菜 厨艺PK大赛 西 莆田米粉 今天两位主持人要挑战的是 鲜花米粉汤 哇 建炳大哥幸运地抽到红萝卜猪骨汤 作为汤底 倒霉的靖伦则抽中一锅 白开水 Oh No 看汤底 建炳大哥肯定战上风了 看来进了又是他的 肖像败将 哎 哦 从来不煮饭 哈哈哈哈 哇靠架 外面就是我的一时父母 台湾也没有了 虽然是一个人住 因为太麻烦了 独了要自己清理 我先喝一口汤 看味道够不够 菜的味道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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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嘿嘿 看到没有 这碗就是我陈建兵 炮制的 莆田排骨米粉汤 是 然后这碗是由黄敬仁特制的 莆田清炖海鲜米粉汤 请你用国际烹饪比赛的规格 来看待我们这两碗作品 请你用ISO9001的规格 原来这两个米粉汤 都拆着非常的漂亮 而且对我感觉很有诗意 这就是莆田米粉 多么的细嫩 对 这碗是 有点Q 但是有点嫩嫩的 吃到嘴巴就是很酸 非常酸 这个葱 葱花你看 对 味道又炸 包酥 你叫包酥 你叫包酥 包的 好酸 这个汤味道也是清甜的 我觉得 最后我决定 最后我决定 当然我会比较注重 还像这一刻 嗯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从他的一个流程过后 他的一个时间过后 还有他的盘俗过后 他的一个敌力 他米香占了绝对的优势 师傅 我同意你的说法 可以不可以这样 我冠军 他总冠军 对 对对对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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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是可以啦 对对对 不过那个 冠军必须要吃干的米粉 搭的米粉 中冠军免家 这小小的惩罚 什么惩罚 这是犒赏 小小的犒赏 奖励 哇 静伦 就连你自己也没有想到 何静然会赢这一局 哇 送吗 送啊 静伦啊 你有没有吃过老婆饼 没有啊 没有吃啊 所以没有老婆 太阳饼 太阳饼 没有从台湾好 还可以带回给家人吃 碰拼 碰拼也有 碰到好人家 吃了之后 今天这个饼 你一定没有吃过 叫光饼 光饼 有吃晚上会发光吗 真的吗 其实没有吃过 嘿嘿 光饼是福清人做的一种饼 听说还跟一段 历史故事有关系 哇 那里面有没有料的 有料还在光饼 光饼 啊 什么是光饼 原来光饼是福清人的一种传统小师 相传明朝嘉靖年间 大将军七纪光率兵建筑福建平定倭寇 为了行军打仗 军士们常常不能埋锅做饭 于是来自北方的士兵 就把家乡的干粮 也就是烧饼 作为军中的主食 最后 七家军将倭寇打败 福清人为了激励他们 就把这种饼称为光饼 哇 新加坡 会要做光饼的人 会做吗 你一个而已 有什么 没了 古早上没了 哦 春你一个 我一个没了就没了 啊 真的是 这样要列为 国家 国宝啊 好 这样辛苦做的光饼 我真的很想尝一个 师傅有吗 有做好的吗 有吗 给我们试试看 好吗 哇 这样好的 这几 你手不烫哦 这么夸张吗 这很像华人的法国面包 福清的汉堡包 福清的汉堡包 好吃好吃 这样吧 师傅啊 这么好吃的光饼啊 这样 我们也想学做 可以教我 可以 在新加坡 知道光饼的人不多 吃过的人也不多 而卖光饼的人 呵呵 更是寥寥无几 主持人找到的这位 制作光饼的王长城师傅 来自福清港头镇 早在童年时期 就从父亲那里 学到制作光饼的手艺 八十年代初来到新加坡之后 王师傅在福清老乡的怂恿和鼓励下 开始制作光饼 但是 也只限于星期天 早上 开业半天 啊 制作光饼不容易 发酵面粉需要提前制作 之后 要配上适量的盐和碱 再加水和面 到了正式做光饼当天 王师傅就将发酵的面团擀开 然后捏拔出一粒粒的面团 并捏成汉堡大饺的饼状 不是用打的 要转的 韩萨给它放芝麻 因为白芝麻 芝麻吃了会消化嘛 因为打上的时候 这个吃了很热 室温度吗 室温度 来 一二三 我们干了 我们干了 没有什么吗 跟你们一样 光饼制作 一般上使用木柴或煤炭来生火 所以烘炉必须能承受持续高温 王师傅所用的烘炉 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而且每隔几年就要重新做一个 你们听到那声音 师傅 这个炉很特别 这是什么炉 官饼炉 里面是图缸 图缸 里面有猪肉 鱼包 还有牛汤汁 师傅 只有福清人才吃你的饼 夫妻人比较喜欢 95% 95% 你这个光饼 有没有传给别人 虽然我儿子也有些嘛 他们就他们 他偷魔 有没有 特别 lee 有有有有 1951 一牛 生病死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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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黃靖倫 我是個木偶 大木偶 你們喜歡我嗎 哈哈 大家好 我是陳潔冰 我是小木偶 你喜歡我還喜歡他 當然是喜歡我了 中風 這樣子 比較像 我們扮木偶幹什麼 因為我今天 要帶你去看 樸田木偶戲 是一個快要失傳的民間藝術 快要失傳 那不趕快去 走了 樸田木偶戲 古稱星化傀儡戲 俗稱為 嘎勒戲 主要是在神誕和廟宇節慶上演出 用的是半人高的提現木偶 木偶戲跟樸田戲 又異曲同工之妙 它流行於樸田市各地 是古老而珍貴的 木偶戲劇種之一 師父 大師兄 師父 二師兄 師父 我彌陀佛 師父 你是不是學見人 是啊 我是學見人 婆餐 楊來好 是新和平木偶戲班的第三代接班人 也是本地現存唯一能以新畫畫演出的木偶戲班 原籍福建樸田的他 在三十多年前 新和平的老班主去世後 以三千元買下整個戲班 包括木偶和三百多個劇本 你這個戲班有歸你了 學到這個木偶五十多年 哇 我公司拉藝業的 下一輩的人做木偶戲 跟他一起來到新加坡 1930年來到新加坡 哇 以前那邊普天很熱鬧啊 每個廟都是做木偶戲 那時候我七歲 去讀書 一半讀書一半學習 讀書回到早上的 回來下午就在台上 打敲弩打鼓 一直寫跟他們做做做 一生都奉獻在這個 普天的木偶戲上面 我七歲就寫起了 要學多久才會學會這個 我寫到十八年到二十年才會做的 哇 要學十八年啊 別以為木偶戲很容易學齁 除了要學習操縱提現木偶之外 還要學習唱戲 語言以及各種樂器等等的技術活兒 缺一不可啊 木偶戲喔 跟其他的大戲那些 有什麼不像嗎 不像 這木偶戲 跟那個大戲是不像的 一個人要做大戲就先請我 木偶戲才會做大戲 那個新廟間新競 他要開競 他就叫我木偶去開競 那你這種咖哩戲 是什麼時候才拼的呢 我這個咖哩戲 人家廟間請我做 做前秋立的時候 就叫我人去拼 新加坡就是當廟間先請 廟間 跟他去送家 叫他去照給死人請 中國新你做 拼廚做 拼廚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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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咖哩 特別是人是不做 現在你唱福建 做還唱破產 對 福建比較多 那一次新加坡沒有福建咖哩 就是我做出來 人家說 唉唷 人家講現場話 我都廟間 廟間的人 說 你有福建的咖哩嗎 我說要福建的咖哩 在等三年 我盡量想辦法 變福建的咖哩 最好的朋友 如今老一輩的木偶藝人 都在感慨無人接手 莫田提現木偶這門技藝 已經瀕臨滅絕 複雜的木偶操縱手藝 再加上生疏的方言 現代的年輕人 要怎麼學習呢 你的工夫有團嗎 我自己的小孩 他在那裡整個打沒錢 他不要亂 他不要亂 他不要亂就無便 我做到我不會做為止 我盡量做 你不能收個魚章 都去收 沒有人要幫我做魚章的 好 敬倫 楊班族 現在請你先耍一段孫悟空 然後跟著我跟黃敬倫 就來PK 看誰做得最好 好不好 對 對 動動動動 看熟 刷定 自己打到自己的嘴巴 哦 来啊 变啦 哇 哇 四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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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 再看看 看这个 看山顶有什么 哈 然后 看完之后 左边一拳 哈 哇 哇 这吗 什么 啊 啊 啊 我会笑 我会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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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个看一个 看个软了 哇 杨曼族 你说 我跟静伦 什么人做得更好 你喔 你有80% 你把你70% 哈 所以我们喔 不变拜地做师傅 因为我们没时间嘛 有啦 慢慢来嘛 你又找白人 开始了 你把你吃黑酒和鱼吗 哦 哦 还不错 很好吃 你如果带你来这间小中华浮宙鱼园 不是请你吃和鱼 不是要吃鱼园来那边干嘛 我是请你吃这款米叫太平面 太平面 哇 吃了不可以放在碗上面了 因为它太平面 还地平面 海平面 不是啦 太平面 吃这碗面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吃了天下太平 不是 哎呀吃了你就了解了 走 福州太平面又名长寿面 是面食的其中一种 在福州地区 面线广为民众喜爱 根据福州当地的习俗 福州人必须在农历生日当天 吃一碗加了两个鸭蛋的太平面 大老师煎炖 哈 啊我俗人就是说 好 recite 呢 就是压乱 就是压乱 压乱 压乱 還有什麼料嗎 還有什麼料 有啊 我們要放過肉也可以喔 然後要放去 還是可以啊 這是我們福州人的傳統年菜 要豐富一點也可以 對 可以啊 只要我們見報最好一筆 這做了之後他就要回到台灣 所以呢 我們讓他吃這個太平麵 就是有這個鴨鑽 台灣的娛樂界很鑽 你吃這個太平麵 把他壓一壓 壓誰呢 壓誰 你主持節目 我是幫你把吳瓜 張飛 吳宗憲壓下來 漂亮啦 漂亮 壓下來你就紅了嘛 對 你壓下來我才有工作才會上位 對 這樣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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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咧 我也有秋瓜 所以還要壓那個周杰倫跟羅志祥 沒有啦 能量而已啦 壓不了這樣多人 主持人壓下來就好了 唱歌不可以 沒有啦 我演戲也有 有劉德華跟 你還幫人家 不夠壓 好多 很亂 除了生日之外 當有人遠離家門返歸 或遠客入門 福州人也會在太平面上 加兩個鴨蛋款待 寓意一路順風和居家平安 拍完這集節目 那裡進輪 又要告別新加坡了 所以希望她吃了這碗太平面 回到台灣一切順意平安 事業蒸蒸日上 搶搶搶搶搶 搶搶搶 MiuTV加拿台特別製作的八集 你是福建人 到這裡可以說是圓滿結束 是的 希望大家呢 在這八集裡面呢 可以看到我們兩人的主持看得非常地開心 而且聽我人說的福建話 聽到有送嗎 送送送送送 更重要的是呢 在這八集裡面呢 可以學習到我們本地福建人的美食 文化 傳統 還有習俗 等等等 更深一層了解我們本地福建人的資訊 我也跟你搭檔的很開心 我祝你回去台灣事業更上一層樓 感謝感謝 我也祝你那個 俘路東海 瘦比南沙 早至那個 成家立業 最後要感謝觀眾朋友們收看 你是福建人 期待再相會 我祝你 我便宜 我祝你 你們 我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